本来简单的甘育硬生生拖到后边才开始着急 但是柴壶疏肝散 逍遥丸已经起不了作用了 主宿欲望很强 伴随尿贫尿急 阴囊潮湿发痒 心烦急躁 失眠凶闷 乏力 食欲也不好 容易腹胀反酸 大便粘户解不净 一看舌相 舌头骨胀的厉害 甘育气质很严重 患者说我吃过柴壶疏肝和逍遥丸 但是也没有用啊 因为是甘育已经进一步发展了 来看 一 舌边和舌间发红 甘育化火 心肝火旺 因此欲望很强 二 舌中裂纹 脾胃虚弱 因此食欲差 负胀反酸 三 舌根台黄逆 下胶湿热重 湿热阻碍宗筋充血 因此防势难其等 四 舌前端发紫 心躯有瘀 瘀血阻碍心脉 心神失痒而出现失眠 凶闷 综合来看 它由单纯的甘育 没有及时解决 逐步向三个方向发展 一是甘育克皮 导致皮须生湿 湿血流向下半身 欲结化热 导致下胶湿热 二是甘育化火 导致心肝火旺 三 甘育气质 阻碍气血流动 导致血瘀 而肖摇碗和柴壶 疏干散的力度 只有疏干里气 稍微有点健脾的功效 但是对于血瘀和湿热 食火是完全无效的 像它的情况 应当以血腐竹鱼丸 化瘀行气 加龙胆 解肝丸 除心肝 食火和湿热 加六菌子丸 来健脾化湿 是比较全面有效的 食火